他们每一对都是那一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然后我就会去暗示 就疯狂地暗示 已经有三对小朋友都已经在一起了 表白那天 看我两三年买的花装书包里 晚上我俩出去吃完饭回来 走到教学楼后边 我摄手就到了 然后一把接过来 然后把这时候打开 那花就呈现出来 顺势就表白了 我有个男生的一个学生 然后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 也是我的学生 女孩我也比较熟 有的时候他问我一些那个女孩情况 专业选择啊 志愿什么 我可能会给他一些小道消息 他跟那个女生去了一个专业 就是前段时间刚在一起 有一个朋友男生 有些聊天就很不得体 他的就是相亲的这个女生呢 用他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虽然我们都说中国话 但是中间需要一个翻译官 猴娘就是说这个男生 你应该要向这个女生去写个道歉书 最后写出来大概两千多字吧 那个女生就觉得还蛮有真诚的 然后在一起牵手 在一起了 如果不是中间的猴娘 她们早就分开了 我觉得就是挨人需要被助攻一下 不是很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 最近的这段那个男孩 就是他就属于那种 平常看起来可能有点疯癫 其实一些很多内心的想法 不会跟大家说 因为女生可能相对来说 更希望自己是一个被追求的状态 对那可能就会希望有一些助攻 去帮忙做一些这个推动了 比较内向 但是对那个 对另一方就是有好感 但是不敢迈出这一步 如果他这个撮合的话 可能就是帮助他迈出这一步 可能就在一起了吧 我还是挺希望我身边的撮合我样 都是一个推动技嘛 就是让两个人 把自己类型的那一层屏障都打开 代替我向他表达我的一些好感 他打篮球我也给他送水 但我不好意思去 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恋爱经历 我非常害怕跟男生交流 让我闺蜜就会主动地帮助我 去给他送水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撮合 可能两个人之间不好意思 尴尬一些 可能就会不了了之了 是吗 马上要七夕了吗 对不起 是个社畜 我没有关注 爱情这个东西是 可能要看缘分的 希望和我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后面少一些矛盾 然后就是好好的走下去吧 平平淡淡 正正常常的走下去 就已经很好了 感情更和睦一些 有什么事情 可以相互多理解一些 我们俩有一个 一直想吃的东西 羊蝎子 感人气息了 气息吞吞吧